每一个古代建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和历史,的确如此,我国的圆明园就是最好的例子,它不仅是古代皇室的避暑圣地,更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道奇迹是我们历史的见证,虽然昔日的辉煌建筑今日已经成为废墟,但是其历史意义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。 现在博物馆或者书籍中,圆明园的照片都是后人根据记载而修复重构的,而真实的圆明园几乎无人见过,可是在近期,英国公布了圆明园被毁钱的照片,照片中的圆明园富丽堂皇,十分华丽,犹如仙境一般,而这张照片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,那就让我们来一探这座世界奇迹的究竟,说起圆明园, 世人无不感叹他的壮丽,而感叹的同时,更多的是惋惜,古代的中国就有帝王建造行宫的先例,这些行宫大多位于乡教之下,毕竟偏僻却景色宜人的地方,帝王们可以不时地去行宫小株数日,一来修生养性,而来放松心情,聊代的时候,当时的帝王看中了北京西郊这块土地,这里风景秀丽,非常适合修建行宫, 故此,玉泉山行宫修建而成 到了明代的时候,很多达官显贵,也因为玉泉山行宫的修建,逐渐开始在西郊田园附近建造别墅,而被称为中华第一明园的清华园,就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建成的2020年,在苏富比的一场拍卖中, 一位英国人以20万英镑的价格成功竞得了一组,共计12张关于圆明园的照片,媒体很快联系到了这位拍卖得主,并在获得授权后正式发布了这组照片,向全球展示了号称万元之源的圆明园的真实面貌,终于在被毁尽两个世纪之后, 向公众揭示了他的真相,这一事件不仅激起了全世界对圆明园的好奇心,促使许多人开始研究其历史,追溯其前世今生,也让国人重新审视那段痛苦的过往,感受到难以消除的耻辱和痛楚,耗时150年方才完成的举世无双的圆林杰作。 当时圆明园的修建和扩建,主要把工程分成了三个主要部分,其中第一部分就是将圆明园向南扩建,主要用于修建宫廷区,这里的所有比例以及功能房都是按照紫禁城,一一对比而来,这里的功能就是。 皇帝可以在圆明园里主政,说白了就是办公,第二部分就是把原来的圆明园,在原有的基础上,把东西北三个方向也进行扩建,主要用来大量的修建水泻楼阁之类,以供游玩和观赏。 而这些被扩建出来的部分,最后构成了四十井的主要组成部分,当然,这些也都是雍正修建的,后来乾隆爷也修建了一部分,而这最后一部分就是修建宫殿,这些宫殿十分的宏伟,搭配景观的修缮,这一个占地高达三千亩的园林,已经将江山囊括其中了山水楼阁。 宫殿庙宇一应俱全,如此浩大的工程,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,在雍正帝在位期间,圆明园的最初版图以及格局,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形成,这也为之后乾隆爷增加建筑群打下的基础,到了乾隆年间,乾隆皇帝继续了雍正年间没有完成的伟大工程,继续对圆明园进行改造,不但在原有的建筑群基础之上,又修建了很多的宫殿, 还增加了长春园和启春园两个园区,这两个园区不止耗时长,且耗资巨大,康熙皇帝在1709年,即清朝康熙48年,召见了四皇子印珍,并且与他一同出现在偏殿的,还有负责皇家园林管理的主事官员,进门之后,印珍行了跪拜之礼, 然后他看到康熙仍在书案上挥豪斩轩,还有一名第一阶官员站在侧位,他并不认识这个人,他感到一头雾水,不清楚父皇召他进攻的目的是什么,他抬眼一望, 发现康熙正在八尺宣址上认真的布局写下袁明元几个大字,神情十分专注,写完后,他仔细审视了几遍,然后默默点头,最后才在后面落下提款,康熙抬头来,说道,印珍,你过来。 印珍盲步,走到预案前,绕过去,站在康熙身旁,顺着康熙的目光方向,开始仔细审视这幅大字,从字役和布局来看,显然是一处宅子或园林的门牌蹄字,他转过头来看着他,你知道这个圆明二字是什么意思吗? 尽管印珍大致能够猜出此意,他正要开口时突然意识到,康熙的真正目的是想在这个机会上对他进行警示或训话,印珍已被康熙内定为纪委人,经常接受康熙的指点和训导已成为日常,他匆忙改口回答,而陈不知,请父皇明示。 康熙放下笔,向后退了两步,袁荣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,明晰的认识需要深入观察。 作为君主,必须处理事物袁荣而见解清晰,你务必铭记在心。 印珍忙搭手回事,康熙抬首相岸上一指,说道,成西北有处救援,朕重新为之命名为袁明园。 今日照你过来,便是将此援赐予你。 直到这个时候,印珍才领悟到康熙的用意,于是他转身回到岸前,跪下感谢恩德。 接着,康熙又召集了一直站在一旁的园林管事官员,并向他交代了一些事情。 然后,让他把题字收好,因为这座园林是父皇赏赐的,印珍对他十分重视。 当天离开宫殿后,他便跟着主事官员一同参观了这个园子。 园子占地不大,位于京城西北郊,与同样是皇家园林的畅春园相邻,印珍一直居住在京城。 对于这座被荒废许久的老宅院,虽然园子里有些山水小景,但总体来说,仅有几处建筑。 因此,得知自己拥有一座康熙亲赐的郊外园林时,心中自然欣喜不已,然后就会面临一个问题,如果这座园林是自己购置的,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立即开始规划和建设。 但既然这是皇上赏赐的,如果开始动手改造,又担心康熙会认为他贪图享乐,而如果不去动手改造,这个园子也无法居住,他曾一度怀疑,这可能是康熙故意设计来测试他的,想到这一点,他意识到自己应该采取行动了。 除了安排人将康熙书写的圆明园几个字制作成牌匾,挂在门额上,他再也没有对这个园子做出任何其他举动,应真微笑着告诉园林主事官员,园子里的旧宅子只需清理一下就可以使用,不需要动工改造与扩建,主事官员似乎理解了应真的意思。 也不再问,直到某一天,康熙突然回忆起这件事,便召见主事官员,询问有关园子的情况,得知主事官员说应真并未有打算改造或扩建园林,只是要求简单清理了一下,康熙笑着说,这个孩子果然不辜负我的期望。 接着吩咐主事官员从户部调集银两,以他的名义对园林进行改造与扩建,这次的改造并没有涉及太大的规模,主要是在园有园区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建筑,并丰富了园内山石景观的内容,1723年,康熙帝驾崩,印真登基,年号为雍正。 首年即位之际,雍正皇帝主要忙于整顿执政事务,直到雍正二年时,他下令内务府立即展开对圆明园的大规模扩建,并发布预旨,稍有懈怠,即会受到严惩。 这表明了他的迫切之心,如果说一座圆明园,就是半部清代历史的话,这句话一点都不为过,历史150年,经历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兴盛与衰败,它就像是记录着这一切一样,最后在战争中化为了一片废墟,除了已经被烧毁的圆明园之外,当年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也被洗劫一空。 现在经常会传来,在世界各地的拍卖会上,有出自圆明园的西式珍宝,以天价被卖出去,从而可见得,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结晶,有很大一部分都体现在这些文物当中,但这些强盗土匪,竟然以如此肮脏的手段,将这些刻满中国历史的文物偷走,使得他们至今流落在外,无法回家。 当然,我国政府已经斥巨资,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,从世界各地将原本属于我国的国宝带回,但依然有不计其数的文物不知去向,甚至有绝大部分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都不曾知道它是什么。 它身在何处? 圆明园的烧毁,对中国来说是遗憾的,对于世界建筑发展史来说,更是值得可惜的,如同圆明园一样,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,还有很多建筑瑰宝,在战火之中被毁。 这些历史遗迹,对于人类文明来说,是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,它们代表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,是永远无法复原的。 即使有些遗迹的损坏程度不高,可以进行修复,但是经历了战火的摧残,它们真的能够像原来一样吗? 当今社会,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一体,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。 我们不想,也不能再一次看着家园被毁,遗迹被毁,更不愿看到任何因为战争导致的民不聊生,失衡遍野,战争往往带来的不仅仅是流血与牺牲,更多的是阻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与步伐,所以我们向往和平,我们也呼吁和平。